就会出现严重的裂纹 如今鸵骨也成为了十分稀缺的雕刻材料 东宾一美煮好一匹骨头 都要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包好 确保每一块骨头都不浪费 因为他现在要做的这个作品 需要消耗的骨头量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鸵骨俩根 圆筒俩根 三楞俩根 前提后提各俩根 那么就是一个那么大的骆驼也取不了多少 取不了多少 顶多十根 我初步算了一下一东半 那用的都一东半就是几十头骆驼 受到鸵骨天然形状的限制 鸵骨雕刻没有象牙雕刻那么自由 必须要根据天然形状去发挥充分的想象力 来形成作品的造型 这个圆筒呢 它呈现圆形的 基本是圆的 要薄 它是骆驼的后腿部 上部分 两根 它一般呢 比如我们搞的什么 菊花 菊花的花瓣 这样一切一切 最后一拼就可以 另外搞的牡丹的花仙 需要这样的 一般用它 嗯 这是鸵骨 鸵骨呢 在骆驼这个什么 最大的料 那它的用处比较广 一般呢 它这边平的 平料呢 我们从这边 锯开以后就是这样 它一般搞什么呢 搞一些古典建筑 在蒙窗的墙壁顶 比如跟木材一样 它搞这个镂空呀 干什么的 它这个用处很大的 嗯 另外它这 这个弯的 弯的搞牡丹 牡丹这样的 然后我们是 正料反做 正料反做 从这边做 两边做 然后一层加一层 一层加一层的 这是三文国 成三角形的 基本形呢 我们一般那个人 咱们那个 用骨头刻那个 白菜 它基本形 白菜形 然后在包上 包上 包的其他包 它基本就是什么 那我们那个 搞四女人 她这个心 你看 这后面那个风摆 后面风摆出来了 然后从那儿一接 加上腰口 再加上什么 胸部 这基本四女人的 基本形出来了 这一次 董炳毅雕刻的 是根据著名的古画 创作的大型群像原雕作品 87神仙卷 俗话说 画鬼容易 画人难 87位各具形态的神仙 要刻的行神兼备 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 同时 由于作品规模宏大 其中的每一个人 都要经过巧妙的拼接 才可以完成 其难度 是可想而知的 都要经过 重新的 接下来 实际上 无论 是个人 那是个人 有其他人 有其他人 对 有其他人 有其他人 对 这人 有其他人 有其他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终于完成了 由于作品的体量太大 他只好求助包头是博物馆 将作品分拆后存放在博物馆的库房里 今天他要将分开包装的作品第一次组合起来 这是一件五米多长 一吨多重的巨型古雕 搬运和组合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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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真的卖掉他 董炳也还真有些舍不得 用他自己的话说 看着这件作品 像是看着自己的一个代驾的女儿 各种滋味 只有当父亲的 只有当父亲的才会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